中华職棒台湾大赛 今天在台北大巨蛋开打 资深施迷 总统赖清德也特别帮统一师加油 不过大巨蛋有18间VIP包箱 只提供了两间给主办单位 遭质疑变成了远熊的私人招待所 远熊也持续跟北市府隔空交火 议员更发话 要是北市府再拿远熊没有办法 不排除要杯葛体育局的预算 台湾大赛周六开打资深施迷 赖总统也很激动 帮心目中最强的统一师加油 终止总冠军手站 台北大巨蛋涌入满场球迷 但如今远熊还在跟北市府 因为VIP包箱护杠 民进党议员在曝光招待证据 有多人发文感谢远熊 让他们有绝佳视野 高规格舒适享受 还有酒水畅饮也让议员启诈 那为己有招待自己的员工厂商 当作自己的私人招待所 远熊非常的蛮横 市府非常的无能 18间VIP包箱远熊只提供 主办单位2间 但接下来棒球12场紧标赛 以世界棒累球总会约定 应该提供6个包箱 经体育局多次协调 远熊还是不让 恐怕闹成国际笑话 议员直言要是市府无法解决 不排除杯葛体育局预算到底 不给台湾面子 而且也坐实了远熊就是把大巨蛋当成是私人场馆 变成是远熊拿去做公关交朋友的工具 大巨蛋包箱会跟远熊重新议员吗 议员方化杯哥体育局预算 而令蒋市长头痛的还有金华城 多名议员要求立即停工 而继北院后周五也收到了北检回函 请北市府自行以职责处理 就是不宜是公开业 我们也一定会要求金华城 确保各项的安全衛护措施 捍卫市民权利 讲完霸气喊出绝不妥协 多想试证难题 也考验市长拿的拿不出实际行动 记者环林郑杰 张员杰 王伟辰 泰波动